請問 雖然開放微節風 但是因為每天也有更多人所 加上未早的進程 原本開放更臨時話題 先為觀光修訂的集結點和性意向 在微節風的第二天 雖然UK有擔保的增加 但是只有少部分的地方開放 對集結性意的觀光生涯來說 並沒有什麼變化 微節風的第四天 雖然有感受到UK有所看增加的感覺 但因為包括一支店以及性意向來 由公訴管理的觀光景區 都是繼續關衡的狀況 他們最少看不到UK大部分停留的景象 我們集結鎮上微節風的地方 主要就是我們集鎮公所跟集鎮農會 合作的這個農會產品中心 預計從這個禮拜六 也就是這個十七號開始 恢復這個營業 但是目前只會五六次 會做一個相關的營業 其他的措施都還是維持 跟三級警戒一樣 有開放的就是我們的地下停車場 還有我們的民行公車的集集中遙線 新一鄉雖然現在政府宣布 從七月十三號開始為解剖 但是我們鄉內很多的景點 還有一些的村落 還是保持一個很謹慎的態度 包含我們的七彩吊橋 跟我們的流離光橋 那我們目前都是一樣 都是站不開放 因為每天也有較多人數 加上微洲經濟完本開放 有個臨時花天 讓UK來到一集的新一圖 興趣大減 但是這點也有一次 適合請主來散步休憩 好那位於本鎮的這個農委會 特有生活研究保育中心 他們戶外的這個保育教育園區 也已經從微解封的時候 開始重新開放了 但是他們的室內場館 我們的保育教育館 還是一個封閉的一個狀態 內用到這個目前為止 還是不開放的 所以說建議大家 對於這個喜歡的美食 我們還是用外帶的方式 用新台幣把它下架 這次店長的短期行標是 微解封的頭一天 明鏡等看到 出現在一隻火車站的UK變植 但沒辦法住房 也沒辦法再參天來用餐的情節 相信要是讓微解封 對關公三亞的幫助真有效 記者跟我們差不多